十一面观音呢,其实在敦煌壁画当中呢,我们能够找到很多它的影子,但是真正的把它做成雕塑的,是非常非常稀少的,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木雕的八笔观音的残像,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藏品了。 而且你会觉得好像正是这种木雕的残像观音,就更有那种年代感,历史感,那种历经沧桑,历经劫难之后留存下来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再加上我们其实尽管它已经残破不全了,可是我们还是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到这尊菩萨像它的一个面部表情,就像我们刚刚在前面看到的那尊涅槃卧佛像, 很像,就是你能够看到它的嘴角上呀,能够看到它面部那种非常安详,非常安之若素的那样的一种表情。 这样的一个表情和它今天的这个我们能够看到的残破的身躯形成了一种非常鲜明的对比,历经磨难,但依然保持微笑,依然保持平静。 就像刚刚我们读到的凡简世老师所说的那个话一样,心的强大在于镇定,在于手一不移。 就是这种坚守,就是这种内心的安定,可能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吧。 在这尊木雕的背后呢,所展示的也是一幅非常了不起的壁画,是一幅元代的牵手牵眼观音。 两个观音,时代不同,风格不同,但是所表达的,所传递出来的那种情感,所传递出来的那种信仰的力量,能够带给人内心的那种安定和坚定,却是一样的。